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一路走低 最终上阵中只是收报2938点 跌1.32% 指数回到了半年线附近 上阵50方面是跌1.61% 跌幅比较大 收报2963点 穿外板址方面微跌0.58% 收报1648点 两市成交今天下跌的时候量有所回升到4158亿 港资是净流出了一个亿左右 经济数据作为预期 互指回首半年线 旁边上领长板块用概念 农林牧鱼 生物科技 家居 用品跟环保指数 基本上都是以防守型的板块为主 领跌的板块是电子元器件 非银行金融 房地产跟电力设备股 可以看到今天是权重跟科技题材一起下跌 盘面上来看今天情绪是极差 跌多涨少 基本上跌幅到2% 3%左右 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市场的风险情绪偏好下行 加上现在业绩发布期资金选择观望 以及四季度市场一般风格会去保守 因为年初获利不少 所以这个时候一般也不会选择太激进的去增加仓位的配置 那么早上统计局的消息第三季度 内地GDP是回落增长的增速是回落到6%左右 那么这个6%是今年全年的一个目标 一个区间的一个底下限 那么如果这个位置跌穿的话 对市场明年预期会比较负面 那么这一次呢 尽管说这个6%呢是弱于市场6.1%的预期 但是呢也是弱在了这个预期的一个区间里面 所以呢 并没有这个想象中的这个那么负面 但是而且呢这个在6这个位置停止住啊 反倒我觉得会增加呢这个市场对第四季度啊 这个保增长的一种预期 那么官方这个一些机构呢也给出了预计 所以在第四季度呢 会有一个6%以上的一个GDP预期增长 那么全年呢还是有希望啊这个啊 这个维持在年初定下的一个增长目标里面 那么这一次呢 呃GDP公布的同时也公布了9月份的一些细项数据啊 比如说呢工业增加值这个数据呢是增加5.8%啊远远的超过预期 那么这背后呢我想一方面有逆周期的一个政策跟货币政策的一个支持啊 包括PMI的一个率先反弹也不要符合这个趋势 啊那么如果我们再往进一步看 实际上这一次呢这个地场投资啊是趋势稳 那么消费呢啊也是符合预期 但问题是呢这个地场投资啊啊 啊新刚一山新开工面积的一个增速啊在不断的一个缩载啊 会影响未来的一个建设展望 那么另外呢消费方面呢啊 如果考虑这个物价的问题啊 实际上增速呢也是比较有限的啊 那么这里面呢 汽车的一个消费呢虽然说跌幅在收窄啊 但是呢短期要大幅提振呢 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的啊 那么另外呢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跟出口呢 这一次呢也是弱于预期 那么雇头方面呢这个除了房地产以外呢 这个制造业投资啊也是偏弱啊 那么出口方面呢 前期这个进出口数据呢 双双不及预期受到卖帐的影响 啊那么这里面呢基建呢 是有一个延续反弹的趋势 但问题是呢这个反弹的力度啊比较小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 9月份的一个数据是有改善 那么相信呢10月份有机会能够啊 这个这个承接上啊 这样的一个啊 这个反弹的弱复数的一个趋势 所以站在这个10点上面呢 我觉得今天可能更多的是这个风险情绪偏好的一个走弱 以及业绩期的一些问题 所以市场呢出现了一点点恐慌 但是呢四季度啊 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担忧啊那么差 那么当然了啊 重点呢要关注一下这个10月份的几个会议啊 包括呢会对房地产啊啊 一些重要行业的一个啊 这个经济方面可能一个展望啊 一些这个规划定向啊 以及呢可能有一些啊 货币政策的一个讨论 以及历周期啊措施的调节 加上了这个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施行啊 那么当然也有部分声音认为呢 这个政策发力的一个空间已经不大啊 所以呢这个情绪呢也是啊这个有好有坏啊 呃齐文访谈的一个趋势还在啊 加上了这个经贸谈判呢啊 最近出现一定的一个转机啊 所以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现在觉得特别差的话呢 啊我觉得也是有点啊 过分这个担忧 那么下星期呢 这个随着业绩期呢 呃越来越接近这个月底啊 这个业绩期过呢 新一轮的一个啊 至少反弹炒作的行情啊 可能会到来 所以呢重点留意一下10月份呢 这个越来越接近下旬的时候呢 啊一些啊这个这个所谓的啊 阶段性的一个机会 好那么看一下今天这个一个板块啊 券商指数 那么左边这个图呢 是券商指数的一个K线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券商呢是大盘的一个先行指标 一般呢 它一个重要点位的一个突破 或者说跌穿呢 都暗示着后面大盘的一个方向 那么今天的K线形态是已经走坏了哈 跌穿了这个60日线啊 啊也明显的不利于大盘的一个做多情绪 那么相信呢在下个礼拜 可能这个圈商指数啊 要一时半回 止住这个硬跌呢 还是比较难的哈 意味着这个市场啊 在下个礼拜呢 可能还是啊 有一个调整的压力更最多 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结构性的行情 啊那么中短期来看 短期呢有风险偏好的一个下行 影响市场消投的一个表现啊 但是呢 上季度的一个业绩啊 又能提供一定的一个估值方面支持啊 那么中线来看的话呢 券商以及中国中资本市场的一个啊 改革开放呢 会带来这个政策周期的一个上行 意味着啊 它整个估值啊都是在啊 这个中枢上行的 那么在后面的一个机会呢 啊我觉得还是要重点看这个头部券商 跟一些互联网券商啊 那么如果弹性比较大的话呢 一般是啊 互联网券商 比如说铜花顺 跟这个啊 东方财富这样两个个股啊 在每一轮啊 券商或者说大盘行情来之前呢 都会在率先这个异动 所以呢这一次呢 大家可以重点把握一下 那么头部券商方面呢 啊建议还是关注这个中信证券 海通证券啊 以及呢这个啊 弹性比较大的这个中信箭头 还有一些小的券商啊 以这个赏户为主的一些券商啊 可以关注一下这些个股 在这一轮下调之后的一个机会 啊那么这一次这个券商指数下行呢 我觉得呢 呃应该啊 有可能会跟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位置啊 有一个啊 起稳的一个迹象啊 那么意味着呢 我对于大盘的一个看法啊 应该会维持在啊 2800这个啊 50到这个2950这样的一个白点的一个距离 那么相信呢 如果这一次啊 这个数据能够照好的话呢 啊实际上是这个指数 走上三千的机会还是比较大 但现在出来的话呢 啊 昨天说量之后 今天已经定了一个方向 所以短期呢 也比较难有大的一个行情啊 啊那可能催化季呢 啊我们放在下个月这个中美 经贸方面谈判呢 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惊喜出来 好那么上面提到个股呢 没有持有那么下个礼拜节目里面呢 好我们再见